我們之前聊到中國最荒野的朝代 就是南北朝和北齊 北齊皇帝每個都是淫魔 且不太理正事 不是睡到中午就是喝酒玩別人的老婆 唐太宗就說過 北齊的君主很智障 看看誰兒是陽廣 情兒是胡亥 都是第二代就敗光家產了 但為什麼北齊這種淫亂國家 還可以活27年 存好幾個皇帝呢? 那我們這集會以嚴謹的角度 但是用輕鬆的手法來聊聊 到底為什麼 先來看看時代背景 那時是中國大分裂的南北朝時代 北朝由先卑族建立 歷經北位、西位、東位對治 北周、北齊對治三個時期 本影片為了稱呼方便 北齊就涵蓋了他的成生東位 而北周一樣也涵蓋他的成生西位 至於南朝就是漢人建立的政權 共有宋齊、良成 其實北齊當時就是最強的國家 而強不強是相對的 如果你周遭的國家都是胡黑黑 那麼你的國家再爛 你都可以活得好好的 那北齊的周遭是誰呢? 南邊是漢人建立的南朝 良和城 都不是威脅很弱 所以不討論 北邊則是柔蘭 一個強悍的胡黑黑 你把他想成漢朝的匈奴就好 但和北齊的關係還算可以 而北齊的西邊則是世仇北周 北齊與北周對抗40餘年 兩國基本上無視南邊的那個漢人政權 偶爾提防北邊的柔蘭 然後各自打了天昏地暗 這40年間 前20年是北齊優勢 後18年是雙方四軍立敵 等北周戰上風後 三年就把北齊給滅了 所以今天要討論的就是 北齊那麼淫亂、政治不休 還可以維持優勢20年、軍事18年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那就先得從地理位置、國家資源來看 先說結論北齊佔優勢 簡單說就是北齊有個副爸爸 留下了很大的祖產給他揮霍 先來看領土 雖然與北周不斷交戰 領土石油變更 但基本上差距不大 面積來看甚至是北周比較大一點 至於人口方面 北齊所在的華北平原 經過三國時期 曹衛與司馬家的開墾 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人口眾多 而北周所在的關中平原與西北地區 經過五湖亂華 人口凋零不少 資源上 北齊兇具在黃河中下游的華北平原 是當時中國最複數的地區 北周區區的關中平原完全比不上 不管在製鐵、農業等製造業上 北齊都是當時中國境內 三國中最強的 兵力方面 人多了北齊當然佔有優勢 根據史書記載 對峙初期 北齊軍隊超過了10萬 而北周只有4萬 之後像是高歡率領13萬大軍 進攻北周 北周宇文太只能率領不到1萬人迎擊 而1萬人打爆13萬人 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但雙方兵力懸殊可略知一二 我們來看看這張表 初期20年 都是北齊主動打北周 北周被迫迎戰 由此更可知雙方實力懸殊 至於為何北周屢次被大軍壓近 但都有經無險渡過難關 還常常以掃極多 或許與戰術和地形有關 這邊就不多說了 所以可以看出 雖然北齊後續的統治者都不行 但祖先卻留下豐厚的家產 可以給祂拜 而後來南北兩方 各發生了兩件大事件 第一個是北方突厥崛起 突厥面了親北齊的柔蘭 成了北方的新霸主 在突厥興起之前 北周就是一個邊緣人外交孤兒 他被柔蘭、北齊、南朝良、土育魂 四方連手排擠 直到突厥興起之後 才改變這種局面 突厥不但親北周 還給北齊帶來相當大的壓力 之後南方侯景之亂 北周趁亂幹走南朝的 漢宗、巴蜀等富饒之地 有了與北齊對抗的基礎 兩國進入了軍事時代 前面所有的都是兩國外在環境 接著我們會聊聊內部如何 一個國家興不興盛 與官力能不能連接有效運作有關 北齊給我們的印象 都是政治極其腐敗 皇帝又相當殘暴淫亂 但政治的腐敗 只集中在政權草創時期 需要大撒幣索買人心 與皇帝過太爽用人不善的政權後期 北齊前中期的皇帝殘暴歸殘暴 除了沒事亂殺人玩人家老婆外 用人還是很有一套的 文方面用了幾個閒城 讓北齊享受了近二十年的政治親民 五方面更是了得 北齊皇家男兒雖然師德不好 但各個都是高富帥 能爭散讚生得又多 死了馬上有人頂替 像幾位皇帝都曾出過長城 清真北方的虎虎黑黑 且都大獲全勝 名將例如藍陵王高長公 大將軍胡綠光 平原王段韶 都把北周殺得瑟瑟發抖過 要不是末代皇帝高偉太坑爹 自費武功亂殺這些名將外 北齊多撐幾年也不是問題 還有一點 北齊相當喜歡蓋長城 蓋一道不夠 裡面還會再蓋一道 且品質相當好 前後修築了三道長城 規模僅次於秦漢 所以防守上相當到位 所以綜合以上理由 這就是北齊皇帝 即使個個都是神經病 卻還可以活27年的原因 接著我們用四義帝國來解說 北齊為什麼這麼強 這時地圖上有幾個國家 除了北方的虎虎黑外 就是北齊、北周與南朝 而北齊佔有複數的地方 這裡種的田 糧食比人家多三倍 黃金也比別人多 重點還採集得很快 所以村民兵力也就最多 是三個國家裡面最有錢的 北齊這時已經是帝王時代 幾年累積下 有遊俠、馬公祭兵等精銳兵種 經濟也好 食物、木材、黃金一大堆 而隔壁的北周還在城堡時代 兵種不如人外 數量也不夠多 只能被動防守 但北周控兵好 加上地形掩護也都撐了下來 不過北周經濟先天不良 肉不夠、黃金也不夠 對北齊沒辦法造成威脅 這時的北齊靠著祖先留下的家產 帶給了北周相當大的壓力 動不動就率領大軍到北周家門口晃晃落落 而後來南方國家 兩朝發生了動亂 一堆士兵殺來殺去 面對這個好機會 北齊還在墜生夢死 反正我帝王時代嘛 當北周掌握機會 率領大軍一舉打下南方的大股倉 漢中與巴蜀 得到一大堆農田與黃金 還補充了人口 因為這樣 北周經濟起飛 也升級為帝王時代 逐漸可以與北齊相抗衡 而北方的胡黑黑也發生動亂 新的胡黑2.0突厥 取代1.0柔藍 立刻改變外交關係 改與北周同盟和北齊敵對 這讓北齊需要蓋更多的城牆 去防守北方 把對付北周的軍隊調去防守突厥 北周對外攻城掠地 對內大刀闊斧改革 歷經圖治 國力真正日上之時 北齊王帝卻整天玩女人 但北齊之所以還能打成平手 就是因為手下有幾個英雄特別厲害 且多攻擊高 每次都殺著北周哀哀叫 讓北周大軍不敢越雷遲一步 且北齊沒事就在家裡蓋長城 有事就靠幾個英雄領兵應戰 靠著優秀英雄與高品質的城牆 能立於不敗之地 但北齊國王眼紅這幾位大將 生怕他們會攻高震主 搶了皇帝的保衛 北齊便自費武功 殺了這幾個能爭善戰的英雄 自此北周再也沒有顧慮 國王北周五弟宇文雍 清帥大軍東征 一舉把北齊給滅了 統一了北方 隨軍出征的將領中 還有隨州刺死楊堅 楊堅日後趁亂串了北周 建立了水朝 北齊面亡了 而胡黑黑突厥也設定同盟了 沒有後顧之右大隨劍兒 南下面的腐朽不堪的城 結束了自衛近南北朝以來的分裂局面 重新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HELLO 大家好 又到我們影片最後的《喇賽時間》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剛剛影片的參考書目 北齊政治史研究 北齊衰亡原因之考據 非常的硬對不對 沒錯他非常的硬 硬有東西嗎 看完了 看完之後做出那部影片 這本書是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的 就是他們的研究是教授寫的 所以寫的非常的硬 我看一下他的書目你就知道多硬了 第一篇 北齊政權之創建及其衰亡過程 就是講北齊的如何創建 如何衰亡一步步的 會不會講到 北齊與北周對抗的消長過程 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三個過程 北齊強 軍事 然後北周強 到最後又面亡 總之呢 這本書是非常硬 然後我把這本非常硬的書 直接到我們影片去了 為什麼我會特別拿出來講呢 因為有一個人留言說 Chip只不過把書上的內容 用動畫形式表現出來 有什麼好推的 好吧 我又不是什麼漫畫書是不是 我是把這麼硬的書拿出來 還不值得推嗎 這麼優質的頻道 好好推廣一下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就不廢話多說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另外一件事情 好啦 接下來開箱我們的禮物 什麼禮物呢 就是我們今年YouTube的年終聚會 每位YouTube要準備一個小禮物 跟大家交換 那Chip準備了什麼呢 就是這些東西啦 丹麥火腿 西班牙紅椒粉 冰島鮮魚嫩肝 北海道紅豆 韓國芝麻葉 不過這都不是什麼Special的 最厲害的是 異國風情畫作 富士山櫻花 日本的象徵 丹麥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魚 你有沒有覺得Chip很有誠意 不知道會被哪一個YouTube給抽到 等之後你們到其他頻道 或許會看到 欸 我們今天來開箱Chip的禮物 那就會知道那是我啦 那我也不知道我會抽到誰的禮物 那如果我抽到一些有趣好玩的 那我就再上來開箱 那等一下我就要出門去關渡碼頭 參加我們YouTube的年終聚會 然後講一下後面有哪些片要上 最主要的是跨年那一週 應該會上兩部香港的影片 講建制派跟民主派 什麼是建制派 什麼是民主派 民主派真的民主嗎 建制派真的舔中嗎 然後影片已經做好了 但是因為中間夾了很多檔期 所以應該會在跨年那一週上 然後就這樣子囉 掰掰 拍攝 部分 配onom